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在这个月圆人团圆的佳节 一家人都会欢聚一堂 边吃月饼边赏月 当然更少不了灯笼的陪伴 再取来双心毛诺 希望只骨的月明们别出心裁 以兔子为主题 亲手制作出超过200个 大小不一的手作灯笼 并从明天起正式对外展出 这场名为羊眉吐气的展览 让民众欣赏灯笼的同时 也进取到麻风病康复者的才能 这个似是一只兔子 在湖畔中饮水的景象 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有许多只 可爱手作兔子灯笼 围绕着一面镜子 所打造出来的景观 由双心毛诺希望之骨麻风病院 所举办的羊眉吐气中秋灯笼展 今年以生肖兔子为主题 共展出超过200只 大小不一的兔子灯笼 这些灯笼被分成四个展览区 每个区域都凸显出兔子群居的作息 这些灯笼是希望之骨悦民伦 在义工和医护人员的协助下 亲手制作并完成 从构思到完成制品所用的时间 是个人做法而有所不同 最长可到两小时 这个帽子代表那个兔子 我们是给他富有的 这个爱心是爱心传播的爱心 还有这个雷兵 我们是特别给他做的 好像很威风这样 那个雷兵 还有这个花 好像是给他们 爱心这样 好像很美丽很清新 一样的 更爱 由灯笼导师杨顺华 亲手打造的这只 五尺长三尺高的巨型兔子灯笼 可谓全场焦点 这也是杨顺华首次担任导师 领导院内的康复者 一起制作灯笼 他表示 选择羊眉吐气作为展览主题 为的就是要凸显麻风病康复者的 心路历程 这个土气羊眉 你看这个大兔子 他就趴在那个高波上 他的头就微微地抬起来 就表现出一副 土气羊眉的样子 这也是代表我们 麻风院的病人 的心路历程 巨型兔子灯笼 最大的亮点在于 灯笼上应有经典民间传说 嫦娥奔月和吴刚发跪的图案 我在求学的时候 已经有看到这些故事 所以我就将这些 我看到的故事就画在 这个大兔子上面 希望之谷故事馆馆长 陈燕妮表示 羊眉吐气展览 除了可以让愿民 发挥自己的才能 更帮助他们建立自信 勇于面对社会 让更多人了解麻风病康复者的 励志故事 这几年看到最大的改变是 希望之谷的愿民 他们已经抬头了 已经抬起头来 面对世界 面对社会 而且贡献社会 付出他们的一点点勉力 来为有需要的人 做出贡献 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这场灯笼展将从明天起 正式对外开放观赏 由麻风病院院长 亲自主持的亮灯仪式 直到下个星期一为止 此外 康复者也会在当天 呈现精彩的音乐剧 与民众共度中秋佳节 八度空间谢之谦 双西茅诺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